幼稚園就開始了 而且我以前比現在更胖 然後幼稚園的時候 不是會有游泳課嗎 然後大家要先玩 我最後 我要下去的時候 教人就很大聲吹哨子說 國小的時候 不是都會抽籤安排出來 每次要抽籤的時候 老師都叫我不要抽 都直接叫我坐在鋁鐵罐的分類 垃圾桶旁邊 我一個人去 都會有一些人家吃完的 雞排的骨頭 或者是排骨頭 真的假的 就同學就丟進去 然後他們就覺得 然後還會有人寫說 大肚子滋味 然後什麼死胖子滋味 對 小甜甜出道了多久了 快三年了 快三年了 三年中有 大概有 兩年半在被侮辱嗎 一直到現在都是 可是我不覺得侮辱 我覺得他們是瞎了 什麼意思呢 就例如說 覺得我長得胖 或覺得我長得好笑 我長得不漂亮 跟名模不一樣 我就覺得他們瞎了 你跟名模一樣 一樣嗎 我跟白書問哪裡有穿 我跟白書問哪裡有穿 對 那要踢字步 要踢字步 來這裡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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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死我了 來 你走過去 打開了 預備 這樣很美喔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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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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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心繭持家 然後感覺又很有安全感 不想不想 你看不是 她的畫面 如果有我 老婆在大的 有他們兩個 你看有我就畫面很怪 可是我一離開 像不像黃金七秒半 講什麼 從學生時代開始談 你們在學生時期的時候 有曾經被同學侮辱 或是被同學排擠過嗎 因為外型 你有 你一定有啊 因為那時候我長得很瘦 還滿帥的 帥沒有啦 帥是這種見仁見世 沒有 等一下 平常開玩笑這是真的喔 他在A片裡面看過 真的帥 不要講 學生他有拍過學生的 好啦 那怎麼樣 然後你很帥 不是啊 那我就覺得 其實同學就會排擠說 為什麼你可以去演 那我們不可以去演 對啊 那時候是 因為我們俊俏的外表被排擠 怎麼了 我是白雲 我是馬國畢 我們是 OK 現在是馬國畢 OK 我不知道 白雲曾經因為 俊俏的外型被排擠 對 他就進入A片圈 他也是一個非常過去 A片圈的 A片圈的 來 那個麻痺呢 我以前 我國中畢業之後 就開始長胸毛 真的喔 對 就是念高中的時候 開始胸毛就一直 就好像 越來越多 對 然後越來越多 然後就開始人家就會笑 哇 因為我們家就是 以前賣豬肉 太低耶 人家說 哇 你這應該是 豬公附身啊 所以才會有 那是行情比較好 因為是黑毛豬嘛 對… 黑毛豬 對…比較值錢 然後常常會被笑說 長胸毛 那時候其實滿自卑的 其實他的同學 是沒有看過你嗎 其實他是遺傳啊 對啊 我媽媽也是有長胸毛 啊 遺傳到媽媽 小時候喝奶要把胸毛剝開 你是猩猩啊 對 你講對了 算你厲害 不要亂講啦 我媽會看耶 不然是 要跟我媽拿到搭屋 喂 不要亂玩 快耶 是因為胸毛被排擠 也沒有被排擠啦 其實…就是一個 被請笑就對了 被請笑 因為其實同學都沒有嘛 都沒有胸毛 不要這樣笑 你有沒有辦法跳進 你有沒有辦法跳進去 這集胖子特輯真好看 同學都沒有胸毛 他胸毛你不會覺得 那個是一種男性的一種 很Man啊 不覺得嗎 後面 到我當兵之後 我才開始有那種 從自卑轉為 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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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兵的時候 第二天全部人都認識我 因為大家不是都要脫光一起洗澡嗎 就發現 哇 你怎麼那麼多毛啊 後來那個班長啊 連長啊 到我洗澡的時候 就把我叫過去 然後在我身上塗一些那個 墨浴乳有沒有 然後叫我幫他刷背這樣 後來進入到這個圈子 當順哥助理的時候 順哥也攔上這個二席 也常常叫我幫他刷背 很好耶 我也想要 你覺得這集好難做 好 那小甜甜呢 有 超多的 超多胸毛的 超多胸毛的 我從幼稚園就開始 而且我以前比現在更胖 然後幼稚園的時候 不是會有游泳課嗎 對啊 那時候就很開心 還特別去買了一個很像 七彩霓虹燈的泳裝 那種秀給大家看 然後那時候我們要訓練 小朋友不要怕水 所以我小小的留滑題 這樣秀下去 然後大家要先玩我最後 我要下去的時候 然後嬌人就很大聲吹哨 我說 老師就這樣講 真的 大白鯊OK了啦 沒叫大白豬就很好 很傷人 大白鯊很酷的耶 對啊 大白鯊那時候還是陳金沛嘛 現在也是啊 現在也是啊 妳那時候就直接就配合跳下水囉 就在滑下去 然後我們就說大白鯊還來散開 之後我再也不戴泳裝 然後平常游泳課我都在看書 喔 受傷啊 對 然後一直到國小的時候 不是都會抽籤安排座位 然後那時候就很期待 男生跟女生坐在一起 你也知道荷爾蒙比較早發育 因為有期盼 就是期待 然後後來每次要抽籤的時候啊 老師都叫我不要抽 都直接叫我坐在鋁鐵罐的分類 垃圾桶旁邊 我一個人坐 不錯了啦 把你當資源回收 對啊 他前面還說 沒叫你坐垃圾旁邊 沒有 桌子前面還貼一個廚餘桶 有沒有 沒有 有那個旁邊有特噴的那個 就是提水的那個特噴 然後常常就是 上課餓得還要花一點來試 沒有 沒有 就是常常說都會有一些人家 吃完的雞排的骨頭 或者是排骨頭 真的假的 對 就同學就丟進去 然後他們就覺得 然後還會有人來寫說 大口袋滋味 然後什麼死胖子滋味 同學都還真好 給他熬大骨湯 對 所以說因為你的身材問題 在學校常常被同學這樣子 戲弄 可是你的個性會很在意嗎 我就覺得如果是男生 我會覺得自己得不到我 所以故意想要把我毀了 各位要注意聽了 在這邊呢 陀哥哥要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千萬不要因為那個同學胖 你們就去欺負他 其實呢 每一個人都每一個人命 並表示說你現在沒胖 你將來就不會胖 對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大家對那個同學 要相親相愛好不好